大家好,歡迎來到這集的漫迷早晨節目 今晚我們回到歐聯的賽場 主場第一次出戰,迎戰加拉塔沙雷 第一場我們輸了沒有分,所以這場是很重要的 如果再輸了兩場零分 出戰機會不是沒有,不過是渺茫一點 因為始終加拉塔沙雷和哥本哈根都是不相伯仲 看回他們上一次的比賽,兩隊都打和2比2 甚至加拉塔沙雷也是 在哥本哈根被一個球員趕出場之後 才能在主場逼和哥本哈根 上一場是哥本哈根作客,贏2比0 73分鐘有位球員被人趕出場之後 加拉塔沙雷才能追回 兩球球,2比2 會不會是加拉塔沙雷 這組裏面 最糟糕的一組呢? 未必的,為甚麼呢? 大家要知道 加拉塔沙雷 都補強了 球員 不少敬人 為甚麼呢?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舊部 沙霞 其實他剛剛去了之後 上一場的土超的時候上陣了,亦有入球 可以這樣說,可能比較fit in了球隊 所以 我們的舊部沙霞 金場球大家一定要留意 另外有少許好彩 坦克的舊部 薛耶治 即是之前踢車仔那個 金場球因為受傷 未能出陣 少了一個敬人 但他們仍然有 剛剛在熱刺 去了加盟的 Devison Sanchez 和尼當比利 另外 他們也有一位相當出色的前鋒 伊卡迪 和 JS Mertens 一位 不錯的中場球員 中前場球員 所以數一下 他們的人腳 一點都不失禮 所以我覺得 這場球又不能夠掉以輕心 而且 老實說 以現在我們這個轉折期的狀態 對著加勒沙雷 和本哈根 都沒有必勝的本錢 因為我們 都未能夠完成 踢到坦克那隻的踢法 但是我們又不能 不能夠 保持在打防範 所以 在轉折期間也不是那麼容易 好了 說回我們的雙兵情況 雙兵來說 馬天尼斯 已經確認了 坦克自己也說 是真的做手術 沒有那麼快能夠掉 另外 華古朗也未能夠掉 所以左閘情況 蘇爾 馬拉西亞 華古朗 加上右閘 雲比薩卡 加上華古朗 全部都不能夠掉 所以 右閘只有一個大陸字 左閘也九成九 都以為安拉伯暫時先撐住 所謂的 我們的防守球員 尤其是左閘的位置 問問題 但是就有個 好事 文奴 已跟大隊一起操練 但是 文奴 還能夠把握得 還能夠 暫時還是一個文奴 但是有跟著操練 會不會一下 今天又不知道 要今晚看看出場陣容 才知道 所以我們怎樣排阵都很傷腦筋 前面相對來說會鬆動一點 因為雙兵只適合兒子 官方來說 雲迪碧未必可以 但在操練照片中看到雲迪碧 所以雲迪碧 我猜可能是可以出戰的 說回記者招待會 其實說話不多 純粹討論了我們雙兵的球員 還有 坦克也解釋 究竟我們後面門將Begenda在那場聯賽杯也不給他 他說要適應英超的速率或風格 一些很官腔的事情 說真的 我覺得坦克在記者招待會已經發展到 都是說一些比較上 很正路的事情 你不會聽到一些很特別的事情 或者不會聽到一些秘密 我覺得可以理解 因為現在來說球隊 尤其是雙病 那麼嚴重 其實陣容的變化 就不會很大 如果再透露一些 比較多的資訊的話 對手估計我們怎樣出 就會更加容易 所以來說 我覺得 偏向講一些 比較正路的事情 都可以理解 阿坦也說了一件事關於福仔的狀態 他就說 現在福仔真的沒有什麼入球 但是他有機會 好像對 之前對白禮頓那場球 其實他有五六個情況 都很大機會 如果他繼續努力 亦都 不停地 查球進步的話 當他在集中做得好的時候 就如無以外 應該可以 入球的 因為現在他就不停地 將他一些細緻的事情 都希望可以做好的 所以 他就對福仔很有信心 他覺得福仔 是一個每場球都有入球能力的球員 只要他專心 有一個狀態 拿回入球的感覺 入球就停不了 這個亦是一定程度上 對於我們不能夠入球 可能作出一個 小小的 辦法 解決方案 但是 我想我們一直說了很久 就說 我們如果只靠福仔入球 肯定就不足夠 亦 一個不是萬元的名宿 第一個球評 說了一些關於萬元的事情 我自己覺得 值得 談一談 有位巴友 發揮了給我 他說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 我們入球是否太過以重福仔 其他球員是否應該 要做多些事情 第二件事 Online-Babtec左閘 其實是否浪費了 他在中場是否表現 或是會 幫到手更加多呢 其實兩個問題 我覺得都是 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們其他的前仗球員 老實說 怎會不想他們入球 但是 例如孟池 其實他都開始找到一些 走到一些適合的位置 或者在一些半空間 開始做進攻 但是你看到他射門 就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射多少人射不進 或者 就算找到機會 球員 自己的隊友都傳不到給他 坦勒 坦勒也踢後了 比之前來說 他射門的機會也少了 最多機會 反而就是 卡斯美努 你也看到 坦克 尤其是 把 韓拉拔 好像在上一場 他就做了 卡斯美努 要做的工作 所以 free up 卡斯美努 可以做得 更加 踢得前 更加多進攻 這些我相信 都是一些對應的方法 令到 我們多一些機會入球 當然 賀龍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棋子 如果賀龍 狀態 迫起了 和 他講福仔 有入球的觸角 狀態 其實他也會跟福仔兩個 應該互相影響 製造機會給對方入球 所以 我們是 看到 坦勒正在做事 但是現在這個狀態 我都覺得 進攻的第一點 就過分著重了福仔 但是我們慢慢慢慢 是不是可以把這個focus 轉移去賀龍 令到除福仔以外 其他的進攻球員 都更加多的機會向前進攻呢 這個是 正在我們之前所說的轉接期的一件事 但是肯定是未做得好 所以 這位球評在這件事 我覺得他講出了一個 現在的問題 但是 他也 沒有講到 究竟我們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老實說 羅馬菲是建成的 要解決 不是說 隨便按兩個按鈕 好像打機一樣 就按不到 當然了 究竟是否真的做到這個 真的要看坦克和球員的做法 第二件事就是講 河拉拔 河拉拔的左閘 那位球評就說 浪費了他 這個 的確是100%的事實 但是這件事 是不是 坦克想做的呢 我想大家要明白 正如之前所說 我們已經本來有三隻左閘 所以 馬拉西亞 和華古朗 但是三個都受傷 踢不到 這個 Online but 踢左閘 是不是一個權移之計呢 我猜絕對是 沒有人會反對 所以 是一個權移之計 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我們找一個中場球員踢左閘 但是 已經在我們的踢法上 因為我們 坦克的踢法本身 習位球員 就要上中場幫手 所以這個權移之計 也是 剛剛好 就是剛剛遇上剛剛 是不是完全 發揮 這個Online but 可能真的不是 如果 他和 卡斯美路兩個踢雙防 其實有可能 做得 可能會更加好一點 因為 變了來說 我們的中場球員 就有個輪換 卡斯美路和Online but 就不用長相踢 可能效果會更好 但是現在 在沒有阻礙的情況之下 一個權移之計 就唯一這樣踢 OK 所以我覺得 很多時候 領隊都會是這樣 老實說 坦德自己說過 其實他最想出的11人 好像他來到到現在 甚至乎特別在 這個季初 好像真的未出現過 OK 但是 這個也是 每一個英超領隊 甚至乎每一個現今足球領隊 尤其是強隊 都要面對的情況 雙病是不能避免的 很多時候都要做一些 相關的應對 其實應對做得好不好 就可以反映到 我們對球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如果以一個 持平一點的 說法去說回我們現在的萬聯 就是說 坦克 是未能夠做到 他最想踢的足球 當然是原因有好幾個 但是在一個應對的情況之下 可能他就真的不夠班去做應對 所以令到我們現在的成績 就比 去年 都是跟他自己比較 比較差 因為 之前都說過 如果我們 剛剛那場水晶攻 是贏到的話 其實還可以說 只是 對熱刺那場作嚇 和不到球 就差過上界 但是對水晶攻 主場輸球的話 都挺肯定 是差過上界 但是 在這個情況之下 怎麼可以扭轉呢 我們儘管看看 今晚 歐聯的賽事 我們主場 是不是可以順順利利 得到三分呢 也是一個 客觀可以評價 在現在這個 未是他最想的 踢法 產生之下 但是 在一個 沒有辦法 中的辦法 或者下位主下方的情況之下 他可不可以 保持到我們的成績呢 一個 不錯的 平衡的辦法 OK 當然我們除了看場球的成績之外 也要看看 究竟場球的發揮成怎樣 我們的運氣是怎樣 球證的表現是怎樣 對手的表現是怎樣 當然重要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因素 今晚看看場球是怎樣 今次就到 晚一點我就看看 如果有時間 我也真的很想說 我們雙病的 一個詳細小子的情況 值得有沒有時間 今次就到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